但年轻人是不是都不太喜欢做家务 我们不是不做 就是觉得可以再懂 我表弟曾经试过一个星期不喜欢 就让人玩在水里泡着 连他爸妈出差之后回来都好奇 玩的玩怎么会吵的吗 妈妈想不到吧 我每天都给他换水 但是我妈妈就很喜欢做家务 喜欢只是我做家务 一个星期要打扫出两次 环境更正点的话 你工作的环境都会好点的 在我工作的时间来在打扫网间 那你现在运气不就很好吗 不用花钱请阿姨 收拾家里也是一个星期两次 每次开始前我妈都会好言相劝 你说你这我等着 我说妈这些东西看上去乱 但其实我是故意放在 还在这找理由 下次当我找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找 你就是懒 但是我们来讲讲道理 你回家两天的行李是不是不用收 因为你两天之后就用得上 凳子上堆的衣服是不是不用叠 因为你随时可能都会穿 我说洗完衣服还要亮 我们不如直接买一台烘干机 那会更方便 我妈回答了一句 这个月她说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 Ladies I'm side不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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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几天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做家务了 那有专家说三交是人体管理水液的通道 三交火旺就会新火旺 脾胃弱新气弱 妈你在看吗 我不是懒 我是病了 明天不做家务了 妈去买个包 因为包能治白病 这件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可爱的女生 上一秒她还对着你 大田你养鱼啊 下一秒但凡给她看到个帅哥 可是夹子音这玩意最令人上头的地方 是你但凡听过她夹超过三次 下次她夹的时候你会跟她一起夹 有一次我前脚跟她分开 后脚就进了超市 给我个袋子 谢谢 收音员兔了 对我绝对不是说夹子音有什么不好 绝对不是讨厌夹子音 是你居然要夹是吧 就请你把我夹得心服可服 你现在在我面前夹一半不夹一半呢 这边跟我说 今天还吃肉饼啊 那边接电话 嘎嘎我们去玩吃饼饼 我很难受 傻了个肉子 今天就算天王喵喵来了 她也是肉饼饼 蝶子真的那么好玩吗 我说 薛教掌 你们会觉得可爱吗 说是个奶奶 其实是个面 爸爸是我骗骗 怎么样吗 可不可爱吗 总之我那个朋友就把我蝶又蝶不足 蝶又夹不服 还整天懵我 看我蝶子好吗 吃点色言呐 嘿 我说你个糟老 夹子坏得很呐 你素颜还卡粉分 其实像什么蝶子啊 夹子音我都觉得还好 可是你能不能不要 没事就冲着我嘟嘴 就这种 大家都私人 你干嘛 录完这段 我明天说话 只快就走 谢谢 法语版爱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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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呀 这是我的评论区 屯鼠发语版 法语版爱如火 肯定很搞笑 哈哈哈哈 看你唱歌就想笑 中处牙袋 他说的算 够到够到够到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 不就唱两句歌吗 还发图片 上次我唱歌 你们在底下说我长得像 更好 开出来一米四一 我一个好恶格给你乱同意 那下面就请大家闭上眼睛 用心聆听 你弄不散 一个好有个理论头 我刚学的心诚 我一个好有个 不用浪费 姐姐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很容易感动的约会对象 是容易 自我感动 刚加上我闺蜜第一句话就是 我长得不高 妹妹不会介意我爱吧 我也才一米六啊 你多高 一把我骂了 可恶 我就被死了 插杆 然后他俩就开始相处了 有一次把我一起交出来 那男生挂一条大惊了 妹妹 妹妹 这样走过来 像只蠢蠢的熊孔群 妹妹 我闺蜜说他不喝酒吗 他撞头来的一句 也不会浪爱人 也不会想要不干我 自你们女生不要就是一样 她一定为我糟糕吧 我闺蜜喝了一口 她就直接拿起她的杯子 顺着那个口红印 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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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在她头上拉死 又什么天啊 我好像在隔壁刚刚都说不出话了 我闺蜜说这男孩哪都好 就是有点油 我这个人一旦付出感情 就喜欢给地方清晰 隔壁有个老奶奶 而是要帮你玩的是我的妈妈 她是我妈 呜 我知道你不是那么无情 不过先说好以后请我别清脸 我很敏感啊 红包包 大哥你这么油出生的钟 是滑着出产房的吧 表里如意啊 面上也不在一层楼 约会之前你至少洗个脸嘛 我以为她俩的事就告一段落了嘛 谁知道男生一回家就疯狂 睡觉觉了没有酒足又闹呢 暗死吃饭饭了吗 不辞批评啊 她还问她这么无微不是以后 女孩子会不会离不开她 怎么感动没有人的 真绝 姐姐 我刚刚跟朋友聊天 听说了两件事 顶级P就A吧算是 一切都非常符合牢记 但我就是想不通 我朋友年前在巴黎花 一万多买了个包 过了两星期 他叫天花板露这个水 把那包给淹了 金款皮包 越长越大 我朋友就像把装柜 拿去包包置换嘛 那个法国教授 我包装得这么大 那你赞了啊 嗯 这只包你千万不要换了它 嗯 它本身是个普通的包 陪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它现在就变得很特别了 嗯嗯嗯 您看这是我们天理的包 女人 您看这是你们的包 我 我的理由 然后我朋友最终真的没有还 那包做得跟薯片 你 你 你 我以为那个普通老鼠婚包已经很厉害了 但其实 还是我这个朋友啊 自己一个住在巴黎五区 有一天门锁坏了 他进不了门 就找了一个法国的开锁师傅 擦 我来听到 啊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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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欧坏一个圈来用啊 怕话 你看餐门2000欧插完 我不会帮你装回去 你家没门怎么行 要再装回去 再加200 可是砸窗户 窗户就不一样了 窗户 窗户没了就没了 我朋友一听 好有道理啊 给我砸 师傅大喊一声 然后从口袋里抛出一个小锤子 走到窗户边 脚户上的奥罗啊 可是他为什么不自己砸 以后要是哪天我混不下去了 我就去法国 卖锤子 卖锤子 走 最近我老在网上刷到一些 北比索斯的锤会小心机 我不理解 有腿就落腿 有腰就落腰 有那个锤 就给他 怎么会有人第一次约会见面就 房间擦边哪熊沛 然后我又去搜了一下 网上推荐的约会圣地 大多都会推荐你们去一些 高级的餐厅 去看搞笑的电影啊 你有没有想过看电影的话 你们两个人并排座一晚上 没有交集的 然后再浪漫一点 你们完全可以去 吃旋转寿司 同样是两个人并排座 你紧一下 我挤一下 运气好的话还能来个肢体接触 既不是礼仪又有矫情 旋转式互动 急不快仔 还有人说约会小星机要注重内在 没事就抓着他一顿猛胖 啊你真胖你最胖 这不是老板给我画的饼吗 还有人说表面的小星机也要安排起来 你们正面对视的时候 哎这小脸又又又又 我还看到网上有很多互动的星机小游戏 对视十秒他就会对你心动 怎么样 喜不喜欢吗 你要真想玩游戏就跟他玩比谁转账转得多 这样才够心急吗 我愿意输给爱情 输给爱情 再见 不要说给我介绍的男孩子 身高起码一米吧 我今天打扮了一下你看我的睫毛 送他上天 出门约会喽 朋友也替我开心 我们都很开心 我跟你说 待会见到你们男生 我喜欢他的话 我就跟你这样 我不喜欢的话 我就跟你这样 我们去哪啊 哎你过来过来 你不是说想吃你 你带我打麻枪 哎他不会真的赢你的 我 我 要紧 又死你 九万 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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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了 不玩了 走不住了 那我们出去玩一下 为什么出来玩 要来吃鸡连环呀 我不是说他骑马一米八 骑上马一米八 我欢心大海 欢心沙漫 我欢心沙漠 处处充满色彩美丽 也对这个好吃 那我就放心吃饭吧 到了 就算有一晚 怎么就又回来了 要紧 不要 你要小心点 我今天不要输给我 要输我 你喜欢吃鸡迹呀 他跟今天想什么样 我们吃的饭 好吃吗 我欢心沙漠 我堂堂一个千万博主 我也不得吗 这样躲厕所 这一圈谁啊 这一圈谁啊 我怎么突然 他到五槽就来干 干不干 你不想 你不想 就笑我了